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宣布 海洋公园星期六重开推出港人优惠 小童和长者免费入场 成人门票7折以原来消费券回赠 不过入场人次会减折9000 至于大红猫就暂时没得看 邱卫尔报道 海洋公园获立法会财委会通过付款后过几星期 宣布在星期六重开推出多项港人优惠 11岁以下65岁以上免费入场 休圆期间即是今年1月26日至6月12日生日的 可以在星期六至7月12日免费入场 成人门票7折即是350元 会全数以消费现金券回赠 可以用在园内餐厅和米品店 入场前要提前网上预约 每组最多8个人 入场要量体温戴口罩 机动游戏客容量会减半 剧场就要隔寒坐 大红猫展馆继续暂停开放 市民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式 免费预约时断玩六个景点 减少在轮后区聚集 公园头两个星期 会限制入场人次在9000人 之后逐步增加至18000人 限聚令还生效着 一家九口一起去玩会不会违法呢 海洋公园说原来餐厅仍然受限聚令规管 即是9个人吃饭就要分桌了 政府也公布舒展预期在下个月15至21号举行 会透过防疫抗疫基金 拨出4000万资助本地参展商上限10万 也都会鼓励本地绿色旅游 资助额加码到1亿 很快大家都可以收到1万元 我们希望香港市民会用1万元的部分 去本地消费做一个旅客 be a tourist 虽然大家去不了海外的市场去旅行 不如花钱在香港 考虑到国际疫情缓和 政府研究同日韩、纽澳等国家讨论建立旅游气泡 逐步恢复跨境旅游 有线电视记者一位而报道